今天 今天的結果發佈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的常規調查 即是電話調查的結果 另一個是我們的 意見群組調查的最新結果 先看第一項就是電話調查結果 調查是上個星期一 到星期五進行 18號到22號 調查的總成功樣本送入1011個 包括209個固網 另外502個手機樣本 殺後會應比率大快67 我們的電話調查有一個 一貫的家權方法 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全民人口年齡性別分度 交易程度、經濟活動身份 以反覆多重家權法來進行疾病 這次的電話調查項目 有以下幾項 特首民望 特區政府民望 以及民情指數 先看看特首民望 特首林鄭月娥 現時的最新評分 以0至100分計是32.0分 對比起半個月之前 是上升了3.0分 反對率 比起半個月之前 是輕易上升了2% 然後是反對率 反對率是7% 是69% 比起月初下跌了3% 然後我們計算支持率 正值 即是支持度 減去反對率 是一個負值 反對的人士 是多 是-49% 所以這個數字 比起月初 改善了65% 這次調查項目 我們發現有3.9% 受刊者 是給予特首林鄭月娥 是0分的 這個數字 比起我們過幾次的調查 結果有輕微的下跌 但其實剛才 除了說特首評分之外 其餘的數字 對比半個月之前 都很明顯的分別 我們這裏 就看回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 按次亦都按一個分數區間段 以一個圖像形式表達 現在我們圖中見到 中間的黑色粗線 就是平分的一個平均分 現時最新是32.0分 圖中的彭形圖 就是分開不同顏色 是表達分數的區間 圖中下方部分 深紅色就是0分的百分比 今次是39% 是2019年7月以來 是最少的一次 圖中上方深綠色部分 就是今年的特首林 是100分的比率 今次都不是特別多 都是不夠10% 中間就是淺紅色 1至49分 灰色就是剛好50分 淺綠色就是51至99分的區間 第二項就是特區政府民望 先看看滿意程度 滿意程度 我們每一個月 會盡量一次最新的調查 今次對比去年12月底的調查 滿意的比率是16% 對比上次沒有明顯變化 不滿意特區政府的比率是61% 比上次輕微上升了2% 而淺維樹的淺值就是滿意度 減去不滿意的百分比 是-45個百分點 另外也有一個平均量值 平均量值 一分是最不滿意 五分是最滿意 數字現在是2.1% 整體上是接近幾分滿意的 另一項就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也是一個月做一次的最新數據 信任的比率是28% 對比上次沒有明顯變化 不信任的比率有下跌 下跌了5個百分點 現時最新數字是51個百分點的市民 是不信任香港政府的 然後計算一個正值 就是信任的比率減去不信任的比率 數字是-23個百分點 對比上一次 就是大概一個月之前 有略為改善的 然後是計算平均量值 一分是最不信任 五分是最信任 數字是2.5% 那是介乎幾不信任到一半半之間 另一項就是關於社會狀況的一個評價滿意率 那現在這裏是三項的社會狀況的評價 分別是民生狀況、政治狀況和經濟狀況 那大家要留意 這幾個數字 如果以滿意率的政治來看 都全部是負值 民生狀況是有輕微的回升 是會回升了三個百分點 但是滿意率正值是-47個百分點 政治狀況都是上升了兩個百分點 那數字同樣都是-47個百分點 經濟狀況是三個 所謂狀況評價當中是最差的 那數字是-54個百分點 那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政治狀況的滿意正值是19年3月以來的新高 然後是文情指數的部分 文情指數是我們每個月公布兩次 今次是對比大約半個月之前的最新數據 文情指數以0至200分是顯示的 100分是正常水平 現在三項的數字包括文情指數 包括文情指數 正平數值和寫平數值都是低於100 即是低於一個正常水平 文情指數現在最新是-68.1分 在月初上升了4分 正平數值是-70.2分 比月初上升了3.7分 這幾項的數字全部都是超過20年以來 最差的1至2個的百分之 接著是第二部分我們的意見群組調查最新結果 這裏都有社區健康計劃的一些追新公布 以及逆後合常指數 先看是社區健康計劃 調查是上星期一下午3時正開始 接數到昨天下午3時正 有兩個意見群組 一個是代表組群即是相對長期一點的樣本 另一個是自結組群即是自由參與 自願參與的樣本 總成功任本數目代表組群有544人 回應比率大約6% 自結組群是4277人回應 回應比率大約5% 亦有一個加權的方法 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全國人口年齡性結分佈 區議會人口數字選舉結果 常規調查當中特首平均分佈數字 以反覆多重加權法調整 這裏是社區健康計劃的第一條題目 是我們長期跟蹤著的 請問市民認為自己未來一個月 有幾大機會會感染新冠肺炎 這裏我們展示了最新的三次調查結果 最新的一次是最頂部份 首先我們要見到 就是代表組群有3乘3的市民 是告訴我們 他不懂得去評估 未來一個月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智傑群組當中都有五分一 兩乘的市民是不知難說的 在他嘗試去進行風險評估的市民當中 我們會給他一個細化的選擇 分別是由十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 千分之一如千來推 達到百分之一 即十成機會 他認為自己會受到感染 我們困住一個平均值 在代表組群當中 平均值是兩乘2 比起上一次大概一個禮拜之前 有明顯的上升 自己的組群是一乘六 都比起一個禮拜之前 有略略上升 我們用一個圖線的方式 看看剛才幾組的數據 圖中下方部分的淺灰色和深灰色線 就是不知難說的百分比 大家會留意到 代表組群當中 不知難說的百分比 現在是連續兩次上升 三乘三 在智傑組群當中 就維持在兩乘水平 這個叫做 預計自己感染的風險評估的平均值 在代表組群當中 這次很明顯的上升 是去到兩乘二的一個平均值 而智傑組群大概跟上次 是差不多 圖中的橙色線段 就是代表著每天的確診個案數 我們見到在剛剛今個月 其實都比起十月底 會比較多些 可能都跟這個疫情的個案數字有關 所以這個風險評估 也有一個明顯面化的 第二條我們長期跟蹤主要的題目 就是問市民大眾 有件滿意或者不滿意 政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代表組群當中 我們見到不滿的比率 有明顯的上升 現時最新的數字是 七成一的代表組群市民 是不滿政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智傑組群的不滿比率是更多 有明顯的上升到七成六 至於滿意的比率 代表組群當中是一成六 智傑組群有明顯下跌到一成二 然後我們有一個平均的量值 一分是最不滿意 五分是最滿意 代表組群平均量值是2.0 即基本上幾不滿意 智傑組群平均量值是1.8 即幾不滿意到很不滿意之間 也有一個圖示的方式 看看剛才這一組的數據 圖中的橙色部分 就是每一天的確診案數 圖中的紅色線段有兩條 一個就是深紅色線 代表組群不滿政府比率 今次有明顯的上升到七成一 另外一個淺紅色的線段 就是智傑組群不滿政府比率 今次也有明顯的上升到七成六 而對應著就是下方綠色部分 深綠色線段就是代表組群滿意政府比率 是去到一成六 淺綠色線就是智傑組群滿意政府比率 是下跌到一成二 最後一項就是逆後復償指數 也是上星期一去到昨天下午三時證 總成功約滿是4277人 而比率大約百分之年 亦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國人口 年齡性別分佈 非以會有口數字 非以會選舉結果 常規調查當中特首平均分佈 以反覆多重家權法進行調整 以後復償指數以0至100分去看 現在一項數字每項都更新 就是復序指數 即是有多少市民認為 在今日的疫情情況下 政府是實行完全切消限聚令 今日公布的最新數據是15.6 即是大約6個月裏面 有一個認為在疫情情況下 政府適合完全切消限聚令 看過去大約1個月的數字 其實這個日後復償指數 復序指數的部分 都是長期處於一個低點 大概是不足2成的市民 認為政府是適宜完全切消限聚令 最後都看完這個圖表形式 就看復償指數不同的數字 尤其是黃色線段復序指數的數字 從11月底到現在大約2個月的時間 維持低的水平 當中我們看到紅色線段和綠色線段 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疫情的個案數字 請 好了 這裡我們公布了我們今天最新的幾項調查結果 包括電話調查和現群組調查的最新結果 現在我們有請賴先生和我們做一些分享評論 有請賴先生 好 好 看到那個數字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好像還有一些進展 包括特首評論 我們看的一件事 其實第一 就是大哥的調查 其實還未在封區之前完成 所以封區的影響 對特首的表現點 就未看過了 在這個數字上面 所以變成對特首都好像又好一點 因為我猜我們香港人已經習慣了 整天都很多不正常的情況 也是正常的狀況 所以就好像沒什麼特別消息 就已經覺得好像好了 我覺得 我這樣看那個特首的指數 似乎 好了原因 可能他表現好了 而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而一些壞的消息 都在過個時間裡面 已經消化了 被我們香港人已經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 是反映它的狀況 但是 對於政府的上陸程度 你看到其實輕輕是不高的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其實都在發映著 我們現在在香港人的生活 其實是很難預期的 其中一個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這個花市 我經常想 為什麼那些官員沒有理由不知道 如果他一封了 他投標完之後 刪了那個花市 其實一定對那些花龍 就會很大 他這個沒有理由看不到 那麼他就很輕易就說刪了 刪了 當刪了之後 沒多久又說刪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就是近來的時候 那 究竟你的政府是 就是那些政策是怎樣的 為什麼你可以 就是招令席改得快得這麼厲害 就是這頭刪了那頭開 然後 然後如果我是花龍 我都會擔心就是 究竟其實你這次再開 會不會轉頭之後又刪了呢 那 尤其是如果大家看一下 很有趣地就是 他宣佈說 要刪了那個花市的時候 或者之前那天呢 有一個百宗的確診個案 那所以你想想 就是他這個 決定開番那個決定的邏輯 在哪裡呢 那似乎就不太看得到 就是為什麼突然間會 說開番的 在這麼多的確診個案之下 那所以 我覺得看到這個 我們香港人對於 就是 政府那個管治的信任程度 其實就開始慢慢 其實你當然是怎樣的 就是你後面 你所有的政策決定 其實後面有什麼邏輯在後面的 這個我覺得 第二樣 我覺得在那個 特首那個 政府那個數據裡面 看得到第二樣的事情 那第三呢就是那個 你看到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滿意程度 其實那三樣都不是很高的 那個數字 都是偏低的 那我覺得 有幾個的情況可以看到 第一就是那個 包括那個 就是民生的情況 我猜大家應該都感受到 其實 香港人現在近來是走了很多很多人 就是你身邊總有人是走的 就是 總有人是會 就是因為 不同的原因 你看看 他離開香港 不是去旅行啊 而是長住的 就是這個可能 令到大家都感覺到 那個 氣氛很低迷 就是 就是 為什麼香港人現在不斷在說移民 就是左右有隔壁都是在說移民的 就是 那又出現情況 第二呢就是 我覺得 在那個 政治的資料都是低的 我覺得 在這段時間 其實 無故突然 有些 建制派朋友出來說 就是 BNO 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 所以我要取消你呢 令到大家又 人心磨磨 就是 我差處那個BNO 都會這麼大影響的呢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看到就是 其實 這些政治因素 其實令到香港人 開始 學習無助 你看到 有些 就是我們做社工 我們要看 其實我怎麼做夢 我怎麼說夢 我 我 就是 我都是這樣的 就是可以走的 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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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了的就是 我都是這樣的 那我做了什麼 我唯有就是 開始對於慢慢的一些事情 開始冷漠會出現 就是覺得 我怎麼說 我怎麼做 其實我都不能夠改變 那我唯有令到 我的生活好一點的時候 我可能要慢慢的 適應了一種狀態 那我覺得 在那幾個 數字裡面 其實包括 可能經濟啊 政治啊 和民生 我都看過這個狀況 就是 大家開始覺得就是 我都沒有什麼可以搞的 就是這些事情 似乎我 沒有什麼機會 讓我出聲 可能透過這個計劃 可以表達一下我的意見 但是 我透過集體行動的時候 我不可能在集體行動 表達我的意見 那些議員 可能幫我講話 但是 可能幫到我講話 要不就被人DQ了 要不就在一個 DQ的邊緣裡面 那我可以怎樣呢 那我覺得這個 是我估計 近這一年裡面 就是 香港人面對著這個情況 那我估計 另外看到那個 社會健康的指數 其實我估計 他們正在踏在那個 就是封區 如果大家有 封區 那我估計 其實都看到大家 對於政府 在過去那個星期 六天 正在做的 我覺得今天 林鄭開結會 就好像說 很滿意 他們的做法 雖然有幾個人要改善 但是整體來說 是好的 但是我覺得 香港人似乎 未必是這樣想的 就是 因為大家會想 就是你今次 走一個小區 都搞到這樣了 就是 如果大家都知道 那個 他沒有理由不知道 那裡很多小朋友 居住的地方 他那些無論罐頭好 那些有沒有照顧 那些朋友的需要呢 也都看到很多報道 就說 有些人想下去幫忙 其實他都拒絕了別人的幫助 那些會不會都令到大家 很擔憂地 就是 你繼續這樣下落 就是今次就是一個小區 你會再擴展大些 這個 小市牛都的一個做法 然後之後 你會有一個更大的 封區的狀況出現呢 那個應該會有多大呢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 都是很多香港人 會開始慢慢擔心 就是 今次可能是 就是王國 某一個街 可能 未必太多本地的人 在那裡住的 但是呢 可能他遲些就會 鎖其他地方 其實可能會影響人 更加多 我覺得 某程度上 這個選擇 我不知道是因為 那個數字問題 還是還是 因為那些是 就是多少數 少數族裔的朋友 居住 但是那些不會出聲 或者不會出聲的朋友 那我會找這些 來試 還是稍後 如果找一個 多些香港人 住的地區的時候 他會不會 多些人出來出聲 但是現在 在這樣的 限聚令下 你很難可能出聲 我覺得 整體其實 這個數字 可能看起來 就好像沒有什麼 大變化 甚至有少少 可能好轉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證明 香港人開始覺得 就是有些事情 我沒有什麼可以 變化 我沒有什麼可以做 所以 都是要 適應 適應 或者習慣了 那麼 這個不是一個 好的現況 我反而覺得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的 意見可能 在一個心裏面 很多是在 其他地方會展現著 他對於社會不滿的情況 我覺得 我會理解 這堆數字 謝謝 賴健閣 我想特別講一點 就是 剛剛賴健說到 香港人有一種 學習回來的無助感 這個字 其實過去很多次 法部會 都會閃過我的腦海的概念 什麼是學習回來的無助感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做過實驗 放一隻老鼠在牢裡 接著你電它 你電它 你電它 它就會 初初它會有很大的反應 周圍撲 想找地方找出路 會走的 但是當你電它多 而它又 找了很多次 都找不到出路的話 這隻老鼠 就算被你電到的話 它也會變得很平靜 因為它覺得 再周圍撲 找出路都沒有用 這種心理學上 叫做 學習回家 學習回家 其實我剛才說 我很多次發佈會 我都想到這個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 雖然經過了 整個兩年時間 但是我們發佈的數字 看到 香港市民對政府的評分 對特首滿意度 長期都很低 剛才阿威也說了 這次有39%的人 給零分特首 這個已經是 2019年7月以來的 最少的一次了 阿威說這句話 其實很有幽默感 很有幽默感 是2019年7月以來 最少人給零分特首的一次 都還有39% 那其實 有什麼值得高興 有什麼值得高興 或者說剛才阿威也說 似乎 對比上一次 數字有點轉變 起碼特首的民望 支持度高了300分點 你看看 他的支持度其實很低 以一個 國際社會的領袖來講 有69%的人反對他 減了之後 還有-49%的支持政席 其實真的是一個 很失敗的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我剛才這個概念 經常閃過我心呢 因為香港人似乎 經歷了兩年 差不多 都不是說有一種很強烈的 所謂 學習回來的無助感的反應 仍然都是充滿了怒氣和不滿的 那我覺得就是 我們就是民調機構 希望將這些數據 清梭向社會反映 也都透過這些機會 給大家知道 也都給政府知道 雖然政府 過去幾個月 都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想像不到的事情 都做了 但是 它沒有達到一個目的 就令到香港人 普遍傳了一種 學習回來的無助感 所以大家對政府不滿 仍然相當高 看回剛才講到的幾個 幾個民生、民情、政治指數 仍然都是 二百分、滿分 都只有六十幾 那樣 那你可想而知 就是 這樣下去的話 政府是 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的 正因為這樣 我們覺得 就算現在阻礙了 所有的討論平台 只會將這些問題 累積拖延的 所以才會有 我們那個 我們香港人計劃的 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 都可以在 就是看到 今次似乎有幾個數據 都明顯一點點的 就是好轉 給我看一下 提回大家一次 這個好轉 其實是一個極低位下 彈上去一點點而已 這種反彈 過去幾個月 都不是沒有試過的了 其實兩個月前 特首的支持度 平均正值 都是跟現在的 差不得好轉而已 所以我希望突出 說回這一點 那我補充了這麼多 我交給台下的全部朋友 看下你什麼想問的話 可以恨親林杰國在這裏 可以問一下他 是 好了 那你又想問一下 賴大先生 會不會 就是剛剛都聽你說的提到 就是可能是一個 為何會這個問情小錯 可能有些很明顯呢 都會有幾個因素 會不會有一個因素 也有 例如剛剛提到 就是關於延人 或者有些人想走 那會不會有一個因素 就是那個比例上面 會不會一個延潮牽涉 影響下去 可能有些人走了 所以那個比例 是相對上 對於政府 或者對於現況 都OK啦 接受到啦 人的比例會相對上 會不會有些人走 這個可能他們第一個 抽樣的錯誤 我現在可能 阿鍾先生 可能再講多一點 但是我們很多人走了 但是現在沒有一個數據 我經常覺得 這次統計處 做完那個 十年級的人 大家應該會看到 一個很drastic的轉變 那麼 那個 究竟走了的人數 會不會令到剩下 就是不走的人 就覺得 這個是能夠接受社會 就是社會 那是不是這樣呢 我反而覺得 我不是這樣 我一定覺得是這樣 然後那些走不了的人 是更加覺得 我是沒有出路的 因為剛才阿鍾先生 那個情況就是 他們那些人 連走都走不了 的時候 他們就留在這裏 就更加覺得 我是一個死胡同裏面 的狀況下 我要開始 適應一個 這樣的狀況 的社會 的環境 剛才那隻 那隻老鼠 變得 沒得走 我無論我怎樣去抓都好 其實我都不會 離開到這個籠 的了 那我覺得剩下那班人 會是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 究竟那個 我又不是覺得 那個 我覺得那個抽藥應該都是 原理的 就是說其實都是因為 在這裏 適合到 所有香港人的情況 那會不會剩下那些人 會不會剩下那些人 很滿意 我又不會覺得剩下那些人 是很滿意的 那或者有沒有補充一下抽藥方面 既然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是一個 隨機電話訪問的形式 那一個百米數字的電話 是隨機抽出來的 那我們打去 無論是市民的虎相 那當然會在虎相會做個抽藥 又或者是手機樣本 就直接是接聽的位 就進入訪問 那只要他是十八歲以上 就這樣講到廣東話 那我們就去最貪圖的訪問 那這些數據呢 是經過加權處理的 所以這個數據呢 我們是有信心的 在一個95%的資訊率低下 那個誤差分率是總確的 我也是想問回賴老師 就是比較想針對回那個 政府整體的表現 那個滿意度的下跌 就是見到的人 就是在支持 而滿意政府方面 大家看到它的比例是沒有改變 而對原因是不是 就是基本股份已經固化了呢 而不滿意的 那兩個%是在哪裏來的呢 會不會分析 還有你剛剛提到 其實這次的調查 是在封區之前進行的 會不會預期下一次的調查結果 就是那個滿意程度 是可能會比這次更低的呢 我本來試一下答了 那個滿意程度會有低的 我覺得這次封區之後呢 其實應該有機會會 令到那個數字會下跌的 就是下次再做的 因為我覺得 雖然我看到電視訪問的人 都說OK啦 沒辦法啦 都是政府都要這樣做的 這個就是好像 似乎沒得選之下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再問多一點 可能下一次 有機會會下跌 那個數字是不是已經固化了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 都是用剛才的想法 就是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 那個政府就是這樣的啦 那你可以怎樣呢 而這一段有機會會下跌 我經常都會覺得 就是由於 就著新年的安排 其實可能都會有些影響 就是對於剛才所說的 就是你的政策 究竟有多大的穩定性呢 那你這樣 就突然間說 不開開 然後又不開 又開 那時候呢 其實對於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你真的想 怎樣呢 你有沒有有效的方法 令到香港的人 可以走出現在這個困局呢 那連一個花市這麼小的東西 都搞到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就反映 就是香港政府那個 就是能力呢 是越來越弱 就是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都沒有任何 就是什麼消息啦 就是我會看到 其實 所有這些決策 我們有一幫 糾經訓練的AO的 就是我們公務員團隊的 公務員團隊 沒有理由看不到 究竟 就是如果你一個這樣的 決定的時候 帶來的影響 而這個不是第一次嘛 就是如果我們看回 去年試過那個 那個空下午堂食那件事 已經很明顯 就是這些政策 不會是 看不到那個 帶來那個 負面的影響 而你衡量過 之後你有沒有相應的對策 應付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決策 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呢 那你看到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會有一個突然的轉變呢 那這次 花市 這個也是另一個例子 我會看到就是 就是作為公務員團隊 你不會看不到就是 你叫人投完標 跟著之後 你說 好了開 跟著就告訴你 現在我現在刪了 譬如全部刪了 那我猜你不會看不到就是 對花籠有幾大的 應該不是說對買怕的人 對花籠的應該會 可以很龐 但是沒有地區銷售 但是跟著你決定 又說 可能現在又再開一半 那你想想 就是那個 我去花籠的時候 我種了那些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很看著你怎麼辦 然後你開之後 我難保你再過兩天 又說刪了 是不是 那你刪了那我又怎麼 我又找個地方租 如果大家有留意傳媒報道 其實有些訪問說 我不管你了 我基本上已經租了地方了 我已經租了地方了 散了那些貨 或者有過800 如果你留意一下 我不夠 總之我撿得多少 就得多少 那種狀況 你看到香港人 已經覺得 哎呀我靠你都死了 基本上我已經不太相信 你任何的政策 扔下來 其實你有多大的執行能力 貫徹始終 會不會還有機會 突然間有些變化呢 那這個是只不過 少少農曆年的花式 那你真的有其他的東西呢 那我怎麼相信得過你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反應 香港人這兩年多以來 其實對香港特區政府的 的信任是越來越低的 那不如我也找到網上 我們有些提問的 那或者可能是大先生 一會看看我們研究所怎麼回答 那第一個問題 問賴先生先 那就自從反 不好意思 香港人這兩年 那自從反收入運動開始 過往給特首林鄭月娥 零分的市民 超過了四成甚至到四五成 那這次給零分 就至於39% 那想問賴先生 如何解讀這個跌幅 那第二條問題呢 就是其實問了我們研究所 是 中庭博士之前 就說去信了鄭若霞 是否要求警方交還研究所 你研究資料 請問有沒有進度 或者當局有沒有回應過我們研究所 那不如賴先生解答 好 39%應該有一點回升 39%就是過往那麼多次 一個叫做新低 給零分的新低 給人比零分的新低 年輩以來的新低 我猜這個應該會繼續再低 這個應該還未到底 就是 會少些人給零分 真的嗎 他比39%是少了 就是39%是少了人給零分的 是 最高是血跡六成 是 剛才我講的說法就是 其實他近來沒有什麼 做到 就是沒有什麼出現 你想想 這個研究是從18號到20幾號做的 就是剛剛 那個 拘捕了 那五十多人 那個消息消化了 但是那個封鎖還沒開始 要留意一下 這段時間 其實出來只是講過花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整體印象 就是特首醫去哪裡 沒有什麼見過 所以呢 在這樣的狀況下 大家就不會對於 他的不滿的程度 就會增加 因為他沒有什麼出來講過任何 任何特別的事件 那如果 負面影響他的一個消息 其實已經消化了 大致上 我們現在 香港人消化 那些負面消息的能力相當之高 很快就已經過了 所以十幾天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 那個 那個印象了 那所以 對他來說 其實大家沒有什麼 我覺得 反而可能 再過一段 其實就看一下 這個封鎖之後 這個封鎖之後 其實大家對於他那個反應 覺得他是不是真的 好像他今天 說 好笑 做得很旺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覺得 就先看得到那個狀況 或者我簡單講講 其實就是 今次呢 就確實被 零分特首那裡 是跌了幾個百分之一 上一次都有 四十三 四十四 但是大家留意 我們的發佈會 都知道的了 過去那一年 其實被特首零分的比率 都在四成左右 至到就是 第一次見三字 近些年半 都是在四成幾 至到六成之間 那這個數字呢 是2019年底 就是9月之後 很穩定的 基本上呢 就是你香港的 有四成多的市民 對就是 特區政府 特首本人 是充滿了敵意的 你很敵意 就給零分他 那這裡 可能會一次調查 涉及那些抽樣不差的因素 有幾百分點上落 就很正常 這次持有幾百分點 也有部分可能是 涉及這個 抽樣的不差問題 那但是呢 你看回過去年紀的趨勢 你大致上說 大概有四成人 或者四成人多一點 對政府很不滿 不滿到呢 就要給零分政府 這個講得沒有一點錯的了 而且呢 沒有什麼明顯的 下跌趨勢的 有反彈 沒有下跌的 基本上是 就是沒有上升的 基本上有可能沒有上升的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趨勢 那你可以這麼說 你看看我們 有一個很複雜的 就是很多公式的譜表 你看到 其實 有 有四成多 至五成多人 都是給零分 同時呢 又有幾個百分之到七個百分之的人 都給十分 那其他呢 就有 剩下五十分 五十分多一點點 就在其他分數之間 那其實 政府做任何事情呢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 我想都是這個 這個位置之間的波動 帶來變化 那 你簡單看一看 其實政府積體的話 應該是很可怕的 就是這個社會是這麼 這麼對立的 竟然有四十幾%比零 又有七個百分比十 比一百分 有一百分 就是這個社會有一半人呢 是其中一兩端的 兩個極端的 剩下一堆呢 如果我們再用一些細一點的數據分析的話 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 都是三十幾分 四十幾分 都是比較多的 那你見到呢 其實這個社會 對政府的反感程序 都還是很廣泛的 那存在 那所以這個是可以這樣說 所以 就是會不會再遲些 又會有些轉變呢 那當然我們 過去幾年 我們看到的數字呢 就是 就是 有時候政府 做對了少許的事情 大家可能會 人厚一些 少許是給零分 那但是 一做錯的事情 即時在調查 就有反應見到的 那我相信現在就是 在這些問題之間 踏來踏去 那但是 很不幸 就是政府似乎沒有急修教訓 它都是不斷地做一些 arouse 使命的事情 拉完五十幾 又拉十幾 跟著又封區 阿拉建國 剛才說了 那個調查 在封區的時間 做過的話 可能又 又跌倒一點 那這個都是我們 看到的趨勢 那至於問我們 那個 關於那個 律師的問題 不如趁 Robert 不如 我們有答案 是的 我們很快講講 那 我們其實 研究所 今天透過律師 就提交了 細章 向法庭傳統的 之前 研究所 我們是日本法庭 申請法官 是掩走了的資料 這個是暫時最新的 今天的資訊 是 我需要再重複一次 因為都比較多 專業的事 那 研究所今天 是透過律師 提交了細章 向法庭傳統 支持我們研究所 是日本法庭 是申請法官 檢走了的資料 好 那 或者這裡 看看現場的記者朋友 或者是網上 看看有沒有其他 提供 來自那 看看 你 有些人